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一定是他们的故乡 因为心里的故乡 或自己所期待的故乡 跟现在所居住的故乡 并不一样 也许我们都忽略了 赫博台风已经离开我们 将近一年了 但是这群人事实上还活在 赫博台风过后的整个状况里面 如果说自立根深这四个字 不是写在墙上的标语的话 我想这四个字用在他们身上 倒蛮好的 因为到现在为止 他们必须自己 用自己的力气去补道路 这条大路对他们来讲 仿佛是一条脊带 因为是他们回到故乡 最重要一条路 你不在意 我想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一起去看看 一起去了解 台湾仍旧有这样一群人 是在这样的经营 属于他们自己的 心灵的故乡 1997年7月31日 正好是赫博台风一周年纪念 也是苗栗兰庄乡路长 这个上岗西旁 还把850公尺的太亚族部落 这一年来第四次的社区劳动日 简单的说 就是第四次大家一起来修路 早上七点 头目瓦丹跟太太 早就着装完毕 带着砍刀到村口集合 入场 泰雅族语叫做就不死 百亿年前 因为入群 常到此出没 因此得名 其实入场在民国65年 7月25日 强烈台风赛若马清洗之后 就已经连同附近的三个部落 入山 入府 石壁 一起汇村了 原因是 整个地区在台湾过后 地质发动 因此 政府就以危险不予人籍的理由 将村民集体 迁到山下的东江新村 不过 头目瓦丹跟我们说 人有两条腿 收搬就可以搬 但是 竹人难以为神的根地 却无法扛起来跟着走 所以 搬下山的人 每天还是要回到山上来上班 就这样 每天大家 上山打卡 整整打了20年 直到去年赫博台风过后 道路面目千非 路场 勉强还有一条破碎的路 可以通车 至于入山 入府十地 就只有靠人的两条腿了 中文字幕——YK 這兩路是做多久就被噴到颱風了 差不多一年多而已 水泥路還會沖成這個樣子 因為結果學步很多 所以包上後多公斤了 現在怎麼要自己修 對啊 沒有辦法 那個政府將修路一直到現在還沒做好 我們等到大面這樣就 我們閃閃的農場兵用不出去 牧師說修路 是為了方便農產品硬下山 不過根據我們側面了解 這一群老爺爺老奶奶趕在這個時候修路的目的 有一部分是為了讓在山下求學的小孩子們 放暑假能夠回到陸場來玩 昨天頭目瓦旦在藍莊農會上班的兒子楊溫昌 就把女兒帶回山上過暑假 早上七點半楊溫昌開車下山上班 這個時候跟他湊車而過的正式住在山下 開小卡車到山上上班的主人 一上一下各取生活所需 這叫什麼 叫四代交替 對啊 我從這裡山下上學 那你怎麼去學校好不好 我 我跟爸爸一起去啊 山下班 那其他小朋友咧 一樣啊 也是坐我爸爸的車 他們自己送下 送上這樣 我不帶風路端的坐 差不多有幾十個人坐我爸爸的車 你爸爸是開四轎 怎麼十幾個人坐的 叫車啊 一直用抱抱 抱人啊 對啊 那時候如果還好啊 人擠人 人抱人 再下去就對了 早上八點 雅愛一等爸爸上班 就用拉著阿公陪他 回到當年嘉里山上的老家 採收野生的百香果 雅愛說他有四個家 依照搬家的順序是嘉里山一個 陸場一個 山下的東江新村一個 然後搬到現在住的頭份 問雅愛說哪一個他比較喜歡 他說嘉里山最好玩 風景也最漂亮 陸場也不錯 東江新村最差 頭份則是人很多比較煩 而且還要彈鋼琴 雅愛說他回山上忘記了一件事 就是只穿了涼鞋上 結果今天他想換球鞋的時候 才發現放在山上的球鞋 已經變小了 根本穿不下 我們就這樣就回去了 嘿 到時才能夠 其他人發瘍了 直沐山 中被阿晨 洋房 散發 楊 跟 Mater 黑 中被 上 蟻 雅外的阿公陪著他上山栽百香果 雅外的阿嬤則還在三下修律 這些私孫親切的阿公阿嬤們 希望的不只雅外可以回來 其他三下的小朋友們 也都可以回來過指教 順便讓大家看看 他們到底又長到了多少 來,來,來 買米粉啊,總冠要吃的 我們用阿石包就... 阿石包就那個冠包去啦 我有買米粉啊 那是另外 你怎麼會 我炒米粉,你煮... 米粉呢,阿里果呢 煮吧呢 沒有金買飯包啦 那不要好了,飯包好了 那要不要啦 下一支要一路 那要買米粉啊 那要買的阿石,不要吃的 就米粉就米粉啦 就米粉好了 好啊 好啊 你塞了好嗎 米粉 除非你塞了,你要進好嗎 有啦,我進買啦 好啊 我已經買回來跟那 好啊 那這樣可以啦 我買那個大瓶溜溜溜 好啊 那這樣夠了 夠了 這裡有那邊啦 餐廳那邊 好啊 今天,路場附近能來的人都來幫忙修路 還不到20個人的修路大隊一路慢慢修下山 而其他無法處理的當然只好出錢來飲料買午餐 反正是大家一起來就是 那隻跟我們說 修路最大的危險不是毒蛇猛獸 而是一種蜜蜂 什麼蜂啊 因為這種小蜜蜂非常團結 就跟他們一樣 做任何事情都是大家一起來 連丁人也是 所以大家就給這種小蜜蜂一種昏名 叫做大家一起來 所以我們 為了我叫大家一起來 中午了,大家一起來休息 也是大家一起來吃飯的時候 今天的菜單是炒米粉配竹筍肉骨湯 簡單方便,可是卻結棍有盡 吃飯的時候,大家的話題還是圍繞著大家一起來打中 你都嘴巴又那麼腫了 現在腫了 你看,我跟豬八戒的一樣 我和豬八戒而已 我和豬八戒 對,剛剛沒有這麼腫 你是腫兩天 兩個,這邊一個,這邊一個,剛好兩個啊,這邊 他那個都不會單獨行死人了 怎麼會這麼準的一次兩隻釘你 我跟豬八戒一起 他都在裡面,我跟豬八戒一二三出來 兩隻先倒,我就用這個帽子這樣散開就走 那個比半相的厲害 他一來就釘哪裡就釘哪裡 他最喜歡釘臉部 對,喜歡釘臉部 眼睛,他讓你回不去啊 把你種一種在那邊,蝦子貌相 以前他在阿公的時候,他爬上那個樹 他不知道上面有蜈蜂蜂蜂 他那個蜜蜂蜂蜂蜂下來了 然後我都比我加腰 這個東西啊,這麼大啊 不像分ターン 爬又爬不上,不下又爬不下 天籃球啊 真的喔 要挖? 那他拿CMCA一位才當 你一卡沒有放夠 對不起 午餐過後,義務勞動的阿公阿嬤們,大家一起來回家睡午覺, 和吃飽喝酒的小朋友們,性質真高,大家一起來相約到上港區玩水。 唯一,你快要和吃飽喝酒吧? 唯一,你快要說的,你快要和吃飽喝酒吧? 唯一,你快要說吧? 唯一,你快要吃飽喝酒吧? 這邊太熱了 不好 多熱 我受不了 怎麼受 因為我曬黑黑啊 可以游泳 可以游泳 可以游泳啊 耶 因為這邊比較涼啊 可以游泳 要游泳中啊 那妳要不要回去讀書 要 要喔 剛剛 那要不要回來玩 要喔 那怎麼辦 不知道 一半一半啊 山上有阿公阿嬤 山上有清涼的汽水 小朋友當然是喜歡山上 而他們山下鎖住的東江新村 是沿著四十度左右的坡地要建 總共八成的梯狀建築物 小孩子們的合同的空間 就只是狭窄的走廊 要不然就是馬路 難怪他們回到天寬地過的路場 會樂不思數啊 有些人 有些人 在山上 我接著 午後的入場 小孩們滿山遍野的玩 掀起滿山遍野的笑聲 而走廊下 阿公阿嬤們 則帶著滿足的笑容 坐在一旁觀看 頭目說 當年他們搬下山的時候 仍然有十幾個老阿公老阿嬤 說破了嘴也不肯搬 所以他們一直留在山上 不過雖然他們不肯搬 但為了看看孫子孫女 他們倒是常常 路遠迢迢下山 跟兒孫們住個一兩天 當我們隨著小朋友 到處閒逛的時候 他們突然指著遠處 籠罩烏雲的山峰 跟我們說 快下雨了 你們該下山了 一路上我們想著 多年前入場的路名消失了 萬一有一天 連假期的時候 小孩子們的消聲都撐著絕響 那入場會是一種怎麼樣的寂寥 怎麼樣的索然 今天我很多人我來做分析 我來看他們的一個生命現象 都隱藏在我們對家庭 對父母親的怨恨沒有發泄上面 對這些部分 其實是